马荣被打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全国 虽然马荣如今已经不是娱乐圈的人 但是作为曾经的娱乐圈人士 马荣在这个行业里还是有一定人气的 比如很多博主在马荣商情曝光后 甚至提议说 单纯想说一句马荣皮肤真不错 把六一年的这状态 三个护肤美妆博主不好吗 跟王宝强没完没了的也扯不出名塔 还不如聊聊保养新的圈吃饭 收视率肯定比之前的爆料要好 虽然这则微博看起来比较有趣 但是被网友所诟病的 是马荣这条内容下评论的回复 让人好奇 被网看中这种话都出来了 王宝强什么机翼什么品项 还高人一等了 马荣虽然成了过街老鼠 我没亲眼见过他和宋哲上床 都是道听徒说 人云云云 现在是会倡导男女平等 但是包括大部分女性在内 都在忽略全职妈妈对家庭的付出 哎 不知道马荣是否出轨 如果是出轨了 真的不好 虽然面对马荣的伤情 很多人冒出了侧疑之心 然而对于马荣来说 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不了解的 他跟宝强怎么回事是不清楚 可是他从前也只是个普通学生呢 现在穿衣万坏 得毛衣开马沙拉蒂 不管王宝强跟他有啥恩怨 但是在物质生活方面 也没亏待他 真的没想到跟个疯婆子一样 这么做 好好经营 走他踏踏实实 小女人好老婆 人设比现在过得要好一切乱倍 谁给马荣洗白 谁就是跟他一样的同路货色 在我车他永远都洗不白 并说什么他是好妈妈 好妈妈是不会出轨的 其实对于马荣来说 当初和王宝强在一起时 已经足够女强人了 王宝强参演的几部电影书 如《唐人间碳案》 《大闹天主》等等 都是有着他的身影的 或者是制片人 或者是幕后制作者 总之马荣和王宝强在一起时 可以说是有着明星的知名度 却不用像明星一样劳赖 真是样样完美 而如今莫得如此天地 不得不说令人唏嘘啊 不得不说令人唏嘘啊 接触不说令人唏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